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开始谈什么叫做estimator 估计是 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假设你相信说 新华第一美食麦当劳他的来客数 发了一个person distribution 然后你想知道他的量答了什么 就说你想知道他一天会来几个客人 好啦 所以假设你就去麦当劳店门口 数他的几个客人 假设你今天去数 发现说他今天有五百个客人 然后你这时候就说 那也许他每天的客人就是五百个人 OK 很合理嘛 但是你心里就想 但是 跟你一起投资 想要在清华大学小吃部 同样的开一家新的餐厅的 你的朋友就说 不行啦 我们要拿那么多钱去开一家餐厅 你不能只去麦当劳门口占一天嘛 我想要知道说麦当劳 每天会有多少客人啊 你至少多占个几天 好 所以你就再去站了一天 第二天有四百五十个客人 好 这时候你就说好累喔 我不想再站了 好吧 我们就站了两天 第一天有五百个客人 第二天有四百五十个客人 这个时候我们要猜说 我们相信麦当劳的浪打是多少 我们想要知道说麦当劳一天 当然会来几个客人 这时候 你就说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你就说我第一天来了五百个人 第二天来了四百五十个人 所以浪打搞不好是五百 也搞不好是四百五十 这时候你 这时候你 如果你同学这样说 你就跟他说不对啦 我学过统计学 我们不应该猜浪打是五百或四百五十 我们做的事情应该是 我们把五百跟四百五十加起来 除以二 等于四百七十五 我画到 我的线画的好丑 我重画一个 我认为浪打可能不要接近四百七十五 对啊 同学就说好像不对 我觉得不应该是四百七五 我们再去办法多站一天好了 好 假设你第三天再去站 发现第三天来了四百八十个人 第四天 麦当尔来四百七十个人 第五天来了五百二十个人 然后 所以你就说 那我们要 我们觉得麦当尔的浪打是多少呢 一个合理的猜测可能就是 我们把五百加上四百五十 加上四百八十 加上四百七十 加上五百二十 加起来 然后除以五 这样会多少 这样应该是 四百八十四 如果我算错的话请纠正我 好 我们这边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是 我们做的事情就是 如果 我们想要知道说 麦当尔一天会来几个人的话 一个最合理的做法 一个你不需要学大学不同计学 都想到的做法就是 我每天去数麦当尔来几个人 然后我数 然后我可能数个几天 然后我数了五天之后 假设我五天来的客人 来客量分别是 五百四百五十四百八十四百七五百二十 我把这五个数字加起来除以五 应该就是会 还会是一个还不错的猜测 对吧 你不需要学大学不同计学 你就可以想到应该是这样子 是的 这就是我们做的事情 所以 我们做的事情叫 这个东西 嗯的 你要讲的有学用一点的话 叫做estimator estimator 中文是估计式 estimator in general is a statistic used to estimate the parameter we want to know 所以我们要先讲 其实我应该要先讲的东西是 就是 statistic 如果你就是你看这个字就说 诶这不就是我们统计学的字吗 就是统计学这门课就是statistics 只有这个字加一个s statistic 这个字的中文叫做统计量 就是统计量就是任何你的资料的函数 得到的统计量 任何你的随机变数 I'm sorry Any function of random variables so it's called a statistic a function of random variable 任何随机变数的函数都叫做统计量 什么叫估计式呢 estimator a statistic 一个统计量 一个随机变数的函数 used用来to estimate the parameter 我们用来估计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的东西就叫做估计式 听起来像totology 就是说听起来什么都没有说嘛就是 什么估计式 你用来估计人家的东西就要估计式 然后它是一个随机变数的函数 所以我们说我们有一个estimate的时候 我们说的是我们不管这五个数字什么 我们把它加起来除以5 这个叫做一个估计式 至于484这个具体的数字叫做estimate 估计值 estimate 估计式是函数 estimate 估计值是数字 写下来 这个是一个函数 这个是一个数字 一个或好几个数字 通常 然后接下来是一些习惯 一般来说一个统计量 它是随机变数的函数 然后因为statistic的前两个字母是s跟t 真的我没有什么学问 就是因为这个简单的理由 教科书上常用s夸号或者t夸号 来代表随机变数的函数 一个估计式 就是estimate 通常如果你感兴趣的参数 比如说是theta 我们把它叫theta的话 我们通常在上面加一个帽子 真的叫帽子 英文就叫head 所以你以后会听到我不听你讲theta head 之类的东西 这点帽子来代表说它是一个估计式 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 我们有两个参数啊 mue跟sigma square 所以我们就用mue head 跟sigma square head 有时候我们会用这样子的字母 如果是person division 我们就用那样打head 一个比较大家常用的例子是 一个比较大家常用的例子是 另外一个大家常常常会拿来讲的东西是 我们在学习出过的时候学会的怎么做 怎么计算平均数 怎么计算 命怎么计算variance 这个时候这两个统计量 这两个估计是 我们大家不习惯用什么s或t也不用习惯用 我们习惯用x bar来代表平均数 用s square来代表sample variance 然后估计值的话 我们通常习惯用比如说x bar 我们就用大写x bar来强调说 这是一个函数 小写的x bar来强调说 这是一个我真的把数字带进去 我的函数里面算出来的数字 小写的x square来代表说 我真的把数字带进去就是它的数字 然后你也知道在黑板上写大写的s 跟小写s 基本上你旁边没有别的字 你根本看不出来是大写还是小写的 然后我会尽量让他们看起来明确一点 不过如果不明确的话 就告诉我我写的很不明确 好啦 讲这么多我们来做几个实验吧 我昨天去 不是昨天 我星期六 前天去参加台湾经济学会的年会 然后台湾经济学会 今年把 经济学特殊贡献奖 颁给了管宗敏院士 然后感谢他 过去对台湾经济学界许许 以及全世界经济学界许许多多的贡献 然后 对我自己是管院士的学生 然后我在坐在底下听的时候就是 你要颁奖给你 你要上台讲一段谢词 听到管宗敏院士的谢词有一段非常感动 就是 因为学会准备一段洋洋洒洒的贺词 然后跟管宗敏老师说 管宗敏院士过去不管在学术研究上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然后在 过去在政府服务的时候也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现在在担任台大校长也把台大带领到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很好的方向 但是 管宗敏院士自己在自谢词的时候说 当然很感谢学会提到他这些过去做的事情 但是 他自己觉得他过去一段时间 过去二几年间 如果说对台湾经济学弟有什么贡献的话就是 他觉得他带出来许多学生 我自己也是他的学生 不不不不不 他的话是说 他带出许多学生 然后这些学生在各 在各界 不管是学界 或者在不同政府的企业界 发光发热做出贡献 这他觉得是他自己对台湾就 如果有有什么贡献的话 他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我是没有什么贡献的人 不过我听到老师这样讲就很感动 不过 干嘛在这里讲这个 我在二零四年上大课的时候 听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 你过去在学统计学的时候 基本上老师会告诉你说 什么是估计式 什么是统计量 什么是函数 然后接下来会跟你谈说 这些东西有什么性质 然后基本上这些理论的性质 你知道也就知道了 然后你很难去验证这个东西是对的 为什么 比如说举麦当劳的例子 好了 你想要知道说 麦当劳每天来的客人的 如果是一个 person distribution的话 他发了一个 他有一个浪达 你可以去麦当劳门口 站十天二十天 然后去数他每天有多少个人 然后去计算他的平均是什么 然后这会花你十天或二十天的时间 然后你可以 你觉得说 哎这样不够好 你可以一年再站三百六十五天 然后 然后四年就站了大概一千 一千四百个日子 然后你这样完了 你算出一个很精确的浪达 然后你大学也要毕业了 然后 你也才收集一千四百多个资料而已 但是 在 那是2004年喔 即使是在2004年 你的电脑可以帮你做实验 因为那时候R跟Python还不发达 所以 我还记得他 他逼迫我学的一个程式叫做Gauss 然后这种东西这年头没有人用了 然后 反正我当时学会了 然后 没有我当时骗他说我学会了 然后 然后其实我只会那个 那时候做我前面的一个学长 给我 给我看的东西 然后那个学长现在是 那个中文院许玉镜老师 然后 不过 我后来我自己学会了怎么用MetLab 然后我学会怎么用MetLab做这些东西 然后后来随着实际的演技 MetLab没有人 MetLab跟Stata 因为我本来会都没有人用 大家改用R我就开始用R 大家改用Python 然后开始改用Python 不过要讲一句就是 在 21世纪 你不用去MetLab门口守候1400个日子 你也可以做实验 我们可以来做实验说 我们的估计是是不是好的 好 所以我们现在用R 我会用R跟Python各做一遍 好 这是我们的R 所以 我这边假设说 我有一个Person distribution 我假设我的让达是3.5 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小嘛 就是我刚刚举了麦当劳的例子 就是说麦当劳每天有四百五百个客人过来 然后 3.5 这个小小小的数字 只是为了我等下会画图 画图比较方便而已 四百五百个会画得很痛苦 然后假设 我在麦当劳门口守候了20天 然后 3.5在不像是麦当劳会没来 我在某一个 平均每天会有3.5个客人来的某一家店 守候了20天 然后 这是 它Follow一个Person distribution 这是我看到的来客数 然后 有6个5个 3个4个3个 1个2个 1个4个2个 4个4个3个0个0个0个5个5个3个6个 然后 我就可以去计算它的平均 那它平均当然是 我把它全部加起来除以N N也就是20 算就是3.05 然后 或者我可以计算它的min 3.05 然后 我还可以计算什么 我还可以计算它的 Sample Variance 还记得Sample Variance怎么算吗 把它 把每一个数字 减到它的平均平方 加起来除以N-1 3.73 然后 我也可以用R的Vr 这个函数计算 3.73 然后 我那时候还跟大家说过 我在计算variance 我要除以N-1 然后这个东西 在我们的 但是教科学提到另外一个算法 就我不要除以N-1 我把它除以N 教授把这个东西叫做S-TiO-Square 我把它写在这里 S-TiO-Square 然后底下这个除以N-1的教授把 叫S-Square 然后 然后 我记得我在教这个东西跟大家说 我们一定要除以N-1 理由是为什么我们以后会告诉大家 以后就是现在 对我们可以除以N-1 除以N-1 可以除以N-1算出来是3.54 然后我也可以用R内建的Vr 这个函数据计算说 它是3.73 同样跟我除以N-1的数字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实验 我们想要知道它的性质是怎么样子 现在假设 我 今天 我从今天开始在某家店门口 连续大概20天 计算这个东西 然后 我在某一个平行世界 你看 这种东西我们是没法在真实世界做的嘛 就是真实世界 在截至目前为止 你还没有办法履行到平行世界去嘛 在某一个平行世界 平行世界的你 也去某一家店门口输了 待了20天 然后 在2000个平行世界 2000个你 在某一家店门口 是待了20天 所以我们做了2000次 这个R是replication 然后 有一些技术细节 等一下会跟大家再说 那个 我 我 总而言之我执行这一段话 等一下回头跟大家讲我做了什么 然后 我产生了 2000个 2000组不同的X 我可以给大家看X长什么样子 它反正 不过全部消除 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平行世界面产生的X 0 2 2 7 2 2 3 2 2 3 1 4 4 3 4 6 7 5 我产生了 我这边写了一个4回圈 然后 我再 我让它执行了2000次 所以我观察了2000个平行世界 每个平行世界我在那边待了20天 或者平行的你 在那边待20天 然后就数了说 有多少客人过来 然后我们把每个平行世界的那20个观察值 加起来除以20 得到X bar 然后我的X bar会长这个样子 然后因为我有2000个数字 这边只显示出了前面一部分 所以算出来分别是2.95 3.50 2.90 3.65 2.90 3.50 2.85 3.85 然后我说好多个数字哦 我们把它再加起来除以2000好不好 我们总共做了2000 2000平行世界的X bar 把它再来除以2000 得到是3.4885 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这边告诉他的是 如果你去计算 这20天的平均值 平均数 可能 你得到的数字 可能不会是真正的浪达 比如说 你看 你在第一个平行世界得到数字2.95 离3.5 有点远 第二个平行世界得到数字3.5 就正好就是3.5 我们的浪达是3.5 你第一个平行世界得到2.95 离它比较远 第二个平行世界得到3.5 正好很准 第三个平行世界得到2.9 有点不准 第四个平行世界得到3.65 跟2.9比起还OK 你在有的世界得到很差的估计 像4.30 2.95 2.60 你在有的世界得到很好的估计 3.5 在这里 3.5 在这里 但是 overall 平均而言 你把这20个数字加起来 出比20 你可以得到很接近3.5的估计 这个性质叫做估计式的 我们回答黑板 这个性质叫做估计式的 unbiasedness 论文叫做不偏信 好的 所以我们刚刚给大家看了 passant distribution的 x bar simple mean passant distribution有什么特色 passant distribution的特色是 它的有一个参数 浪档 x的expective value 是浪档 x的variance 也是浪档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 x bar 是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 x的simple variance 是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回到r 好 我们刚刚说 我们在我们的平均世界 观察了 在我们刚刚观察了2000个平均世界 每一平均世界 我们到某家店门口去 守候了20天 然后得到20个观测值 然后我们去计算20个观测值的 x bar 平均 还有它的 x square simple variance 我们也计算 s tilde square 也就是 它们的差别在于说 我们的分母放的是 n或者n-1 所以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x square 长什么样子 然后我把记录在x 4.x square 这里 然后同样的我计算出 2000个不同的x square 然后 它计算出来的东西其实 你乍看这家画它会 它应该要 我们希望它接近浪达3.5 但你看出来 其实有时候偏离很远 1.9 3.4 2.7 5.8 3.4 2.2 2.3 3.5 5.2 3.6 好像偏得有点远 但是 我们可以看 overall 如果我们把这2000个x square 再加起来去2000 得到是3.49 overall 它还是非常非常的接近 我们的浪达 那如果 我去看我的 s tilde square x s2 s2 t tilde 我把它记录在这里 I'm sorry x.s2 才对 然后 这是我计算出来的2000个数字 它大概会讲 这个样子 1.8 3.2 2.5 5.5 3.2 2.1 它好像变异非常的多 如果我去计算它的 这2000个数字的平均的话 3.31 它就比3.5 低了一点 我们这边再做给大家看什么 我们想要跟大家说明 什么叫做 unbiasedness 什么叫做不偏性 我们现在回到黑板 什么叫做不偏性 我发现我黑板杂乱 所以我把这边擦掉一点东西 把这个地方擦掉 把这个地方擦掉 我做了什么 好 我们回到黑板 an estimator 一个统计量 我们把它叫做t of x 还记得吗 那个我就写在旁边 我们通常用s 大写的s 我大写t来代表统计量statistic 一个大写的t x 他是 x是我们的随机变数 t of x 是一个 is an unbiased 我在那边只是照超教科书的 第183页的定义9.2.1 unbiased estimator of theta 如果我有一个参数叫做theta 我说 这个随机变数的函数 这个统计量 是他的一个 不偏估计是 如果 这件事情是对的 如果t of x 的期望值 是theta 如果t of x 的期望值是theta的话 我说 t of x 是theta的一个 不偏估计式 对 再补充一下他的中文 unbiased 再说一次他叫不偏性 所以unbiased 叫做不偏 estimated 再说一次他叫估计式 然后解释一下教科书的notation 基本上我们写这样就够了 可是如果你看教科书啊 教科书在右下角 在这个英文字母1的右下角 补了一个theta 教科书只要强调说 如果 我们 x的这个分配 的theta 值真的等于这个theta的话 教科书只需要强调这件事情 教科书在这里补一个theta 只是要说 强 调 这个参数的值 这个我们感兴趣的参数 我越讲越强了 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 的值 真的是theta 我们只要强调这件事情 最后要跟大家讲什么 这个字 英文 读成theta 对 一再 再说一次就是 如果你会念每一个theta字母的话 对你读数学书 会有很大的帮助 他读作了theta 所以 theta是 如果t的期望值是theta的话 我们说t是theta的一个不偏估计式 刚我们要 我们的画面突然中断 我先暂停一下 好 不好意思我们看画面中断一下 我们现在继续 那个 为什么它叫做不偏估计式 当然很简单 因为不偏估计式的意思就是 它的bias是零 bias是什么 然后 如果你在交易处翻到下页 184页的话 我们说 它的bias 回到橘色 bias of t of x 也就是 t of x 的期望值 减掉这个theta 这样的差别叫做bias 如果 这个bias 如果 t of x 是不偏估计式的话 t of x 的期望值减theta等于0 所以bias等于0 所以 同样的就是totology 就是bias 什么是不偏估计式 就是bias是零的估计式 bias是零估计式 不偏估计式 bias是什么 它的期望值减掉真正的值 然后 再补充一下 教科书在 这边右下角 加上theta 是为了强调说 这个参 我们感兴趣这个参数的值 真的是theta 它在同样在bias底下 也加了一个theta 强调一样的事情 好 所以我们已经 我们刚刚已经 看到了我们怎么做 嗯 我们刚刚在实验中看到了一些 它的性质 就是 让我把这边往旁边 搬一下 然后 然后 留在这边 所以我们刚做什么 我们刚才 嗯 随机产生了二十个 从pass on 浪达等于3.5里面 产生了二十个实现值 然后去求它的 平均数 求它的变异数 然后我们发现 我们只做一次的话 它可能会离浪达3.5 有一点点距离 但是我们做了2000次 2000次平均起来 它跟我们真正的浪达 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argue说 它是我们的浪达的 不偏估计式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的事情 其实是指这两件事情 第一个 x bar 是 u of x 的 不偏估计式 不偏估计式 为什么 因为 x bar的期望值 是 x bar是n分之1 sumension i从1到n xi 我们有n个实现值 的期望值 这是一个 sumension 是一个线性函数 我们可以把 expective value 放到里面 它可以写成 n分之1 sumension i从1到n x的期望值 然后 因为它们长的都一样 所以你把它 加了n个除以n 还是一样的 e of x 所以既然 x bar的期望值 就是我们 它要估计的东西 所以 我们就说 x bar是它的一个 不偏估计式 然后呢 我们要说 x square 是 x的variance的 不偏估计式 为什么 我们来考虑这个东西 x square的 分子 sumension i从1到n x i 叫做mu 我们用mu来代表 x的期望值 加一个mu 减掉x bar 的平方 把这边擦掉 好 然后我们就真的把它展开来哦 这个家伙就会等于 sumension i在前面不动 x i 减掉mu的 平方 减掉两倍的 x i x 解mu x bar 解mu 加上 x bar 解mu 的平方 全部 加起来 好 然后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来看 这个家伙跟这个家伙分别是什么 sumension i从1到n的 x i 减mu 乘上x bar 减mu 我们可以把它改写的吗 x bar 减mu跟 跟i没有关系 我可以把它拿到外面 等于 x bar 减掉mu 乘上 sumension i从1到n的 x i 减mu 然后呢 它等于 x i 减mu 乘上 诶不诶 x bar 减不乘上 乘上 sumension i从1到n x i 减掉 sumension i从1到n 乘上mu 所以这个家伙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它这里 我现在做一件事情 我们把它除以n 再乘一个n 好吗 好它会等于什么 前面x bar 减mu 差不多 后面这个东西是 x i 全部加起来 除以n 等于 x bar 这个东西呢 把n跟mu加起来 除以n 等于mu 然后乘以n 所以 这个家伙 我要把黑板擦一下了 我黑板乱七八糟 我可以擦到什么 人生有些碰到这种时候 就是你什么东西都想要 什么东西都想留着 然后 然后 然后你办不到 把这个东西 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 把每个东西都缩小 所以我好像好像没有留着的必要 放大一点好了 然后把 这些东西 缩小 搬到旁边 好 所以呢 这个东西 会等于 summension i从1到n xi-mu的平方 减掉两倍的 我先照写一遍 summension xi-mu x bar-mu 加上 x bar-mu的平方 但是我们刚刚说了 这个东西 可以改写成 两倍的 乘上n 乘上x bar-mu的平方 后面这个东西呢 啊对不起 我真的少记了 嗓面真爱 后面这个东西呢 我把x bar-mu的平方 加了n 遍 所以后面这个东西 可以改写成 n倍的x bar-mu的平方 所以整个东西会等于 summension i从1到n xi-mu的平方 减掉 n倍的 x bar-mu的平方 对 有点麻烦 不过 我们搬到了 好 我现在把它搬一下 我 因为我又要插黑板 所以我把我 我们得到主要结果留下来 summension i从1到n xi-x bar的平方 你只要减一个加一个 然后做跟我一样的计算 你就会得到 这个章会等于 summension i从1到n xi-mu的平方 减掉n倍的 x bar-mu的平方 好 好 然后 你们知道我把 这样做这样搬东西 我要擦黑板的意思 我要把底下东西 擦掉 我才能够 写 嗯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summension i从1到n xi-x bar的平方 的期望值 可以写成 它有前面两项吗 可以写成这样的东西 期望值 summension i从1到n xi-mu的平方 减掉n倍x bar-mu的平方 的期望值 也就是 这是一个线性函数 我们可以把它写进去 summension i从1到n xi-mu的平方 这个家伙的期望值 减掉n倍的 xi-mu的平方 这个家伙的期望值 OK吗 好了 同学们 前面这个东西 它是我的x-mu 减大的期望值 平方的期望值 所以 如果我在期中考后问大家的话 大家不假使我告诉 现在问大家 大家可能要想一下 可在期中考 这个东西就是x-variance 所以它是 summension i 乘上x-variance 后面这个东西呢 n倍的 x-bar-variance 好了 我有n个x-variance 加起来是 n倍的x-bar-variance x-bar-variance 是 x-bar-variance x-bar-variance 是 回想一下哦 我们交给这个东西 它是n分之一的x-variance 你可以把这样的交付消掉 等于 n-1个x-variance x-variance 我们做完了 我们做完了 我接下来就要写下这两句话就好了 第一句话是 s-square 是 s-square x-bar-variance 我要写第二句话是 x-bar-var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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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x-square是一个不偏估计式 而 s-to-da-square不是 它的intuition在哪里 它的intuition在于说 我们想要知道 x-variance 是x减掉它真正的μ的 平方的期望值 但是 我不知道μ 我用x-bar来代替 我用x-bar来代替的时候 它后面多了一项东西 它影响到我的估计 好啦 所以 总的来说 我还有什么颜色可以用 x如果是passon-landa的话 s-bar 是 e-of-x的不偏估计式 e-of-x等于landa s-square 是variance-of-x的估计式 不偏估计式 variance-f等于landa s-to-da-square 是 一个bar-estimator 所以我们刚做实验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看了 我们回到实验呢 我们 我们可以分开来去计算说 就是我们 我们刚刚做了一次的 我们刚可以产生了一次的x 然后我们去分别去计算 x的平均 x的s-square x的s-to-da-square 如果 我观察了某一家电20天 我去计算它的 min 既然它的x-bar 既然它s-square 既然它s-to-da-square的话 我得到的数字 可能 不是真正的3.5 比如3.4 4.35 4.14 我 我 我做的事情 我估计可能 不准确 但是 overall 它是准确的 什么意思 x-bar的期望值 x-square的期望值 就会是 x的expective value 跟variance 在parison distribution 正好都是浪大 如果我能够 在2000个平均世界 做这样子的事情的话 我把2000个得到x-bar加起来 除以2000 得到就会是3.4885 非常非常接近 真正的3.5 我把2000个x-square加起来 除以2000 得到是3.4909 比刚刚还要更接近一点点 我把2000个x-square 而Tilda-square加起来 除以2000得到会是3.31 就离 真正的浪达有一点点距离 所以以上是我们的不偏性 还有我们可以做实验 最后我们花一点点时间 因为 大家已经认识我很久了 大家应该知道说 这个东西出现在这里 它就出现在作业里面 我不会残忍到在考试 考大家怎么用uplopython 但是 这个东西出现在作业里面 所以跟大家讲解一下我做了什么 我要产生 我说我要产生2000个平行事件 然后 我的做法是我写了一个 4回圈 然后我重复2000次 我的 我做了2000个replications 然后 所以 我在每个回圈里面 我在每一圈里面 我都去产生一组X simple size是20 浪大等于3.5 我事先先指定好 N是20 浪大是3.5 我先去产生它 然后去计算 x bar s square 跟s tilde 然后分别用 2的min variance 还有我自己写的s2 tilde 这个函数来计算 里面的小技巧有两个 第一个是 我要计算s tilde的时候 因为R内建的VAR 函数算是x square 所以我要算s tilde的时候 我自己先在这里写了一个函数 我写在这边 s tilde 箭头 function 我把x减掉 x的min 平方 加起来用sun 除以x的长度 这边是20个 就除以n n等于20 第二个小技巧是 我想要计算2000个不同的x bar 2000个不同的s square 2000个不同的s tilde square 所以我先说 我的 我先指定说 我的x bar 我把我取了一个名字 x.bar x.s square x.s2 点t tilde 我先指定说它们都是 空的东西 No 就是 我指定了三个物件 这三个物件没有东西 然后 我每做完一圈 我把 我新计算出来的x的平均 x的sample variance x的s tilde square 用c夸号这个指令 把它附加在 本来那个 空的物件上面 它本来它是空的 我附加了第一个之后 它这个物件就变成有一个东西 我做到第二圈的时候 它本来里面有一个东西 我要第二圈附加 又附加一个东西 它就变成有两个东西 我反复做了2000遍 本来这个空的物件 就变成了里面有2000个物件 然后做完之后 我就得到三个向量 它的长度是2000 x.bar x.s2 x.s2 x.s2.tilde 然后我去 然后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去它的平均 给大家看什么叫不偏信 我可以用python做一样的事情 对 所以如果你 如果你已经觉得很累 然后你是用 你是R的使用者的话 你可以并目养生一下 如果你是python使用者的话 对我们现在开始讲python 使用python的话 首先我们同样的 我在这边 python的内建的var 用的计算是s.to.square 不过为了 就是 就是你想要把它学会的话 最好方法就是自己 动手刻一遍 所以我就自己动手code了一遍 我写了两个函数 来计算s.square 跟s.to.square 然后是 首先我要呼叫nonpy 然后用 因为我想要用nonpy的min这个指令 然后我拿x减掉它的平均平方 还记得吗 python的平方不是那个往上的箭头 是两个行星 x减到平均平方加起来 除以它的长度减一 计算是s.square 然后我除以它的长度计算是s.to.square 然后我要产生python distribution 我从s.py 里面叫出poisson 然后让我的n.my 20 浪达n.my 3.5 好 我可以来做一次给大家看了 我执行这一串东西 然后 我产生了 20个poisson distribution 的实现值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 25627 7532224 227 21268 然后我可以去算它的平均 3.85 它的s.square 5.18 它的s.to.square 4.92 然后我接下来去 同样的重复两千次 用一个for loop python的for loop的写法有点点不一样 不过总而言之 我先说我要做两千次 同样的我先指定三个物件 x底线bar 还记得吗 python不建议大家用dot 因为 dot被python保留下来 用做别的用途 所以我用底线 x底线bar l底线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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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线tilda 我用ampere rate 里面是一个中夸号指数 这是三个 这三个物件里面是空的 然后接下来我在每一回圈我去产生二十个 浪达等于3.5 size the prostum distribution的实现值 去计算它的min x2 跟stilda square 把它附加在本来的空物件上 我就得到了两千个 x bar 两千个不平行世界 x2 跟两千个平行世界 x2 我去执行它 你会发现 为什么要用电脑做实验 刚刚说的嘛 如果你去麦当劳门口 每天守候的话 你大学四年只能守候一千四百天 但是 我们这边 每一个店守候二十年 我们做两千个平行世界 然后二回拍层 一瞬间就把你做好了 我们计算x bar的平均 3.508 它非常非常的接近 我们真正时间值3.5 真正让它x2的平均 3.52 x2的平均是3.345 就比 比起x2 就稍微偏离了3.5 所以我们在这边说 x2 x bar跟x2 是浪达的不偏估计式 而stilda stilda square 就不是不偏估计式 它一个bias 所以以上是我们怎么用 R跟python来做实验